新北市一名施工工人在旧公寓的外墙进行招牌修缮工程时 没有戴安全帽也没有系安全绳 整个人站在公寓外施工 而唯一的防护措施是同事从窗内抓住他腰间的皮带 整个过程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而新北市老姐处初步认定雇主已经违法 依职业安全法最高可以开罚30万 旧公寓外施工工人一脚踩在招牌支架 另一脚踩在大楼外墙边缘拿着机具施工 全身上下唯一的防护措施是另一名工人 单手抓住他腰间皮带当起人体安全绳 施工过程全兜路一旁民众都为他捏把冷汗 发文者描述施工楼层市在四楼 仔细看两名工人不但没绑安全绳也没戴安全帽 下面更没有安全网 而他右脚踩的铁架疑似就是施工项目 随时有可能重心不稳 高度已经超过两公尺 雇主却没有自备安全帽以及安全带供劳工使用 初步认定以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 281条的规定 依职业安全卫生法最高可除30万元的罚还 被罚前视角但人命关天不得马虎 正常施工程序通常出动吊车或是高空作业车 安全帽安全带更是标准配备 业者可别为了省成本 万一酿成大祸变成汗室 记者三文年良好新北市采访报导